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6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國際要買我是王曉祥》 4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凱恩斯表示 一旦中共入侵台灣 有可能終止台積電的生產 在最初的幾年中 每年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 當日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針對全球威脅召開聽證會 凱恩斯指出 全世界幾乎每一個類別電子設備的九成 都在使用台積電生產的先進半導體晶片 一旦中共入侵台灣 導致台積電的晶片生產中斷 就將會產生極大的全球財政衝擊 開始幾年 每年的經濟損失會在6千億至1萬億美元之間 根據台灣經濟部的統計 2021年台灣生產的半導體晶片 佔全球市場六成以上 而台灣生產的在AI、5G和高性能計算 所需的7納米先進晶片 更佔全球供應量的七成以上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 全球政策副總裁古德里奇說 想像一個沒有台灣或沒有通往台灣渠道的世界 那對全球晶片產業 對全球電子產品的生產是不可思議的 過去一年 晶片短缺的問題 讓人見識到沒有晶片渠道意味著什麼 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中共一旦武裝犯台 哪怕小規模的衝突 短期的戰爭也會導致全球供應鏈的斷裂 如果戰事一旦拖上到幾個星期、幾個月 對全球經濟絕對是個巨大的打擊 長期下去 人員的傷亡、經濟的損失 對台灣經濟肯定會有毀滅性的影響 如果戰事拖長 一旦台灣有事 日本、美國會介入 會對中共進行反封鎖或反打擊 也會導致中國的一些進出口能源中斷 經濟下滑 甚至導致經濟崩潰、政權跨台 不過海恩斯指出 習近平更願意通過和平方式 實現與台灣的統一 謝田認為這個說法過於一廂情願 他說 中共一直在喊口號要和平統一台灣 但是中共實際上從來沒有放棄 武力統一台灣的打算和準備 在中共整個政權即將臉滅亡時刻 更可能用武力統一或動武或其他非和平的方式 來完成它們所謂的統一大業 用來維護中共政權 所以這個危險是非常現實和珍慈的 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共真正的心態 有美國軍方和專家學者認為 習近平已經下令解放軍 在2027年建軍一百週年時做好攻佔台灣準備 習近平到時有可能直接發動攻佔台灣的戰爭 以實現他所稱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可因斯認為習近平深信美國試圖壓制中共 讓美中關係越來越具挑戰性 不過北京希望維繫美中關係穩定 以再努力縮小美中經濟、科技發展差距之際 避免引發更多來自美國或其練習相近夥伴的 科技限制或制裁措施 5日菲律賓總統史華可斯表示 同意美國使用菲律賓軍事基地 是一項防禦性措施 或將在中共攻擊台灣時很有用 同日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洩 接見四名日本自民黨眾議員 其中澳野信量主張日本也應該效仿美國 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而韓國總統運社越近日接受路透社專訪表示 韓國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 絕對反對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台灣問題與北韓一樣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作為唯一與中共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G7成員國意大利 近期卻傳出 這份協議可能在明年到期後就此告終 CNBC報導 羅馬路易斯大學國際關係和中國研究教授梅奈加基表示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台灣 梅諾尼在去年當選時就選擇 與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她當選前就指出 加入一帶一路是一個大錯誤 梅諾尼自上任後對於中共的態度 與美國保持一致 美國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資深共和黨議員麥克·特納 5月4日在霍士新聞網站文說 美國應該立即發展全面導彈防禦系統 來抵禦中共和俄羅斯的核武威脅 特納在文章中說 在冷戰最激烈時 列根總統有遠見地呼籲美國支持戰略防禦計劃 即是後來被稱為星球大戰的防禦系統 來保護美國免受潛在的蘇聯導彈襲擊 但由於民主黨的強烈反對 美國沒有完全建立自己的導彈防禦能力 也沒有加倍增強核威懾力 結果是我們的城市和民眾 仍受到來自俄羅斯或中共核攻擊的威脅 鄧納指出 與列根時代不同的是 威脅現在無所不在 來自四面八方 今日中共、俄羅斯、北韓和伊朗都升級了威脅言論 表明他們不惜在軍事衝突中使用核武器 如果威懾不起作用 我們也不接受雙方同歸於盡的威脅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 全面導彈防禦作為保護我們民眾的基本能力 鄧納強調 中共構成的威脅最大 根據五角大樓的分析 如果中共繼續目前的核擴張 這樣到2035年 中共可能會擁有近1500枚核彈頭的庫存 中共現在擁有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 已經超過了美國 他還直言 儘管歐洲發生戰爭 對手的能力不斷增強 但在2021年導彈防禦評估當中 拜登總統忽略了我們國防工業基礎供應鏈的問題 和定向能量等新興技術 後果是當前的導彈防禦系統 可以感知來自北韓和伊朗的威脅 但無法感知來自中共或俄羅斯的威脅 他呼籲 美國及其盟國必須投資於一個現代化 可擴展的綜合導彈防禦系統 該系統能夠及早感知威脅 並在每個階段攔截他們 狠文章的最後 他說 我們對手的進步要求我們投資於可擴展的 有效的防禦能力 以保護我們免受來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攻擊 憑著政治和財政上的力量 我們可以保護我們的主權和公民 最終我們可以實現列根總統的願景 也就是建立一個沒有暴君和流氓 可以威脅要同歸於盡的世界 台灣國家安全局長蔡明燕警告說 習近平作出錯誤決定的風險正在上升 而台灣與五眼聯盟交換信息 將會有助於掌握習近平的動機 蔡明燕最近告訴台灣立委 台灣需要越來越多地與五眼聯盟實時交換信息 以了解中共的軍事計劃 五眼聯盟是由五個國家所組成的情報聯盟 包括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 蔡明燕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 習近平不允許在中國政治體系當中出現任何不同的聲音 過去一年在共產黨重要會議上的人事變動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過去一年習近平史無前例地打破了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 加強了對黨和政府關鍵角色的控制 引發了民眾對他將會繼續加大施壓 來統一台灣的猜測 蔡明燕說這樣意味著 北京做出錯誤決定的風險將會變得更高 因為習近平身邊小圈子內的官員都跟他持類似想法 這樣增加了在台灣問題上爆發衝突的風險 蔡明燕說台灣確實在與五眼聯盟交換情報 他們也與我們分享信息 因此我們確實與國際有人就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向 進行了某種合作 他表示通過在五眼聯盟這個合作機制當中 列明習近平的成本 可能是我們對中國的政策思想 甚至政策行動產生一些影響的一種非常重要方式 台灣一直在加強防禦 以確保中國大陸很難吞下台灣 蔡明燕今年2月就任台灣國家安全局長 他指出 2027年對於習近平的政治和軍事現代化目標 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可能也在當年爭取第四個國家主席任期 他們希望在那一年能力上能夠做好準備 蔡明燕說 我不是說那一年中國大陸一定會有動作 但如果你看中國計劃的長期軍事現代化 和2027年的政治意義 我們確實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不過蔡明燕補充說 習近平可能會專注於國內問題 中國社會、經濟和社會方面都面臨著不確定性 我認為這樣將會在未來幾個月 或者幾年內會消耗掉習近平的大量精力 俄烏前線戰況出現變化 兩國對峙局面變得空前緊張 聯合國發言人週五表示 經過談判後 烏克蘭國黑海糧食協議 未能取得任何新的授權進展 俄國、烏克蘭、土耳其和聯合國官員 作為聯合協調中心小組的成員 將會繼續檢查先前批准的船隻 但鼓勵各國繼續就推進新計劃 授權更多船隻進行談判 黑海糧食出口協議的目的 是允許烏克蘭出口糧食和油脂 幫助防範國際糧食短缺問題 這個計劃由聯合國和土耳其促成 並於去年7月由俄烏代表簽署 但在最新的談判儀式上 俄烏兩國代表遭遇新的不愉快 雙方在現場會議開始前扭打鬥牛 據Sky News報導 星期四發生了一場混戰 當時俄方代表 從烏克蘭議員馬里科夫斯基手中 奪過一面烏克蘭國旗 為了奪回其次 馬里科夫斯基對俄國代表進行了推游 和幾次擊打 旁觀者連忙將他們分開並說請不要打架 而馬里科夫斯基回答說 這個是我們的旗幟 我們將會為這一面旗幟而戰 根據聯合國支持的糧食協議 超過900手載有近3000萬噸農產品的船隻 授權離開烏克蘭的港口運輸糧食 莫斯科此前曾表示 該協議的人道走廊是暫時的 並威脅要停止延長該計劃 該協議將在5月中旬到期 從本週開始 俄軍在前線發現烏克蘭的大規模調兵動作 烏克蘭軍方明顯加強攻擊 並促使俄軍在多個地點發起戰略撤退決策 5月5日 俄國國防部長邵伊古 視察了南部軍區的俄國部隊和軍事裝備 此前不久 華格納的負責人發布了公開場合的批評 在批評作出後 邵伊古宣布指示在特殊軍事區持續和有節奏地 向部隊提供所有必要武器和軍事裝備 此事包括現代坦克、裝甲戰車、特種設備和機動車輛等 這些物資由軍工聯合體產業為俄軍輸送 5月5日 巴拉圭當選總統聖地亞哥佩尼亞表示 他的政府將會繼續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他聲明表示 雙方會在未來加強歷史性聯繫 並且期待開展互利合作項目 該聲明是在台灣總統蔡英文致電祝賀勝選後發表的 蔡英文在聲明中感謝佩尼亞 早先表達了關於 維護和加強台灣關係的堅定立場 此舉表明巴拉圭不會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道路 倒向中共並且和台灣斷絕正式關係 佩尼亞的辦公室發布聲明表示 在執政期間期待蔡英文訪問該國舉行會面 在中共政府的持續干預下 和台灣保持邦交關係的國家僅剩13個 但是很多西方發達國家通過經貿和多種外交渠道 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並且致力於武裝台灣 防範台海威脅爆發 半島電視台指出 目前巴拉圭是南美洲緊盛的台灣邦交國 在該國投票之前 反對黨候選人阿萊格里大力主張拉近 和中共政府的距離 但是在支持率低迷的情況下 阿萊格里最終落選 4月初 蔡英文訪問了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和白利茲 此前不久 中美地區的台灣邦交國家出現銳減 洪都拉斯、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等國 因為金錢利益等原因 選擇與台灣斷交 對此台北官員譴責中共是這些做法的幕後主使 而中共政府恥厚否認 印度近期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公開統計顯示 由於印度人口結構的年輕化 在未來幾十年期間 將會獲得顯著的人口紅利 印度人口基金會執行董事穆特雷亞 4號站文分析指出 在控制人口問題的領域 印度面臨著很多挑戰 但與中共政府的人口控制相比 印度的選擇更加穩紮穩打 在半個多世紀前 印度的生育率為每名婦女生育5.6個孩子 而中國的生育率是5.5 雙方位於相似的起跑線 然而兩國的人口政策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 印度從1952年開始控制生育 選擇了一條緩慢 但穩打穩紮的道路 該國以提供生殖健康服務 鼓勵減少生育為基礎 但印度的夫妻擁有想要生育多少孩子的選擇權 最初的嘗試是不夠成功的 而在1975年期間 今地的政府選擇實施國家緊急狀態 以強制節育手段減少出生率 這種做法很快在1977年正式取消 印度繼續以提供輔助服務為主的政策控制人口 不再干涉公民自由 1981年起 印度的人口增長率得到控制 趨勢一直在持續 在調控但並非強制的基礎上 印度獲得了更健康的人口結構 年輕一代人口中 其中一半都在30歲以下 為該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機會 而對中共政府來說 70年代末的獨生子女制度 引發了很多弊端 政府引入了墮胎等行為降低生育率 亦對超生的家庭處理罰款 導致中國的生育率嚴重波動 雖然中共政府在2021年 將門檻提高度允許生三個孩子 但社會的經濟狀況卻比以前嚴重下滑 此前數十年的強制措施 導致人口結構嚴重畸形 穆特雷亞認為 中國現在需要解決限制性政策 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 包括性別比例失調 和老齡化人口增多 2020年印度的男女嬰兒比例為1,079比1,000 而在中國同一數據為1,123比1,000 這樣反映出印度最近的新生嬰兒 男女比例結構優於中國 相反地印度的政策雖然見效時間需要幾十年 但是該國的人口確實得到控制 不再出現井噴局面 儘管如此 印度仍有未完成的議程 隨著其人口的持續增長 其龐大的年輕人口 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訓 才能夠適應 認真輕社會和市場的要求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